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1回 虽然韩丽啊对红袍要求暴怒的原因也是大感兴趣 但是见此事呢 已经由大化小的样子 也就将目光一收而回 并徐席的闭上了眼睛 开始啊养精蓄锐起来 这个时候呢 怀里边的女子非常乖巧的从她的身上起来 悄悄的站到了她的身后处 用一对啊玉枝般的拳头轻轻的敲打着她的肩头处 仿佛凡人世界里那些普通的侍女一般的伺候着 以韩丽的肉身强横 自然根本不需要这等服饰来缓解什么疲劳 但是呢鼻中嗅着身后传来的淡淡的处女之香 这肩上感应着忽缓忽急的柔软的敲打 自然仍然是一件异常享受的事情 她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似乎真的进入到了半睡之中呢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一点点的流逝 众多石亭中的人影呢 终于渐渐的稠密了起来 当足足三四个时辰之后 十之八九的石亭呢 都坐无虚席起来 虽然总共人数也不过四五百人的样子 但一想想这些人中 有合体期的老怪可能数十名之多呀 其他的人呢 也大多身怀重宝 恋虚存在呀 就可以知道 此次交换大会大为值得期待了 不过人数增加了这么多 但是在石亭中的人妖两足修士 均都一个个表情冷淡 或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或自顾自的自针自引着 没有任何人想和附近其他人联系交谈的意思 整个大殿呢 都陷入到了一种极其安静的诡异的气氛当中 又过了半个时辰之后 突然大殿虚空中的洁白的高台上 一团刺目的金光暴雪而出啊 金色法阵中的一角处浮现出了一面 黑乎乎的巨罗和一道绿色人影 巨罗足有一人之高啊 表面呢残久幽黑异常 边缘处有些秀气斑斑的 但是中心处却明印着一条独木的黑色怪胶图案 并隐隐地晃动着妖异的红芒 和黑罗出现的绿色人影呢 却是一名啊 手持着一个紫色的小唇 赤裸上半身的仿佛黄金绿式的大汉 虽然说他体表淡绿 看似呢不是普通人族 但是身上却也同样的没有妖气散发而出 倒让人一时啊 没有办法判断其真正的种族 不过这个大汉的肌肤啊 绿中带精 隐隐散发着金属一般的光泽 可见其肯定修炼有啊 某种特殊的断体功法 肉身强横 绝对是非同小可的 四周石亭中的重修士啊 自然齐往石台上的一罗一人望去 看其下边呢 到底有什么举动 而这名绿夫力士啊 却对如此多道惊人的目光呢 视若无睹 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体表的绿光闪动之下 身形呢 竟然一下子巨大的一倍有余 化为了一名三丈来高的巨汉 两只手臂更是遍布球机 直接粗了数圈啊 巨汉呢 手臂一动啊 两手同时握紧了手中紫色的铜锤 竟对黑色的巨罗凝重至极的 缓缓一击而去 当顶身温暖了 一圈紫色的光运 竟从巨罗中心处一下子荡漾而开 一闪凭空消失了 韩丽见此情形一正 还没有反应的时候 巨汉在一击之后 身躯呢 竟然气球一般的飞快的干瘪了下来 转眼之间呢 化为了一具仿佛骷髅一般的干瘦的老者 虚发皆白 一副风竹残年的 皈依的模样 刚才的一击啊 竟仿佛呢 将这巨汉的浑身的精血和大量的兽缘 全都一下子耗费干净了 石亭中的重修士 自然纷纷的脸色一变啊 黑玉之觉 自然不可能是无端放始的 韩丽呢 也是瞳孔一缩 但是刚才的罗生入耳 分明是普普通通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之处啊 但是在下一刻呢 他忽然觉得呀 体内灵力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同时呢 浑身的精血流动 已一下子加快了数倍 漠然之间在身躯中变得异常的灼热 这是 韩丽一惊之下 一下子呢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体内强大的真元移动之下呀 顿时呢 将体内一切异象强行的镇压了下去 但是几乎同时发现了自身法力和此前的不同啊 竟在罗生之后有了些增加的样子 不光韩丽 其他一干修士在吃惊过后 均都发现了体内法力的变化 只不过和体七以上的法力增加呀 唯一虎其微 不过呢 相对于数月的苦修打坐而已 而炼虚七的增加就明显多了呀 一生罗鸣过后 竟让他们呢 增加了十余年苦修的样子 这让一干那炼虚七的修士心中一喜 而那些和体七的老怪却有一些惊疑不定了 但是无论哪一个人 目光刷了一下子 全死死的盯住了那面黑色的巨罗 闪过了贪婪狂喜等各种火热之色 恨不得的将其一把夺过了一般啊 只是听一下此物发出来的声音 就能够凭空的增加修为 这是何等骇然的事情啊 纵然说看起来此宝的反噬也不轻 竟让敲锣之人精血受援那同时丧失的样子 但是仍然绝对是一件立天级别的宝物 难道是传闻中的玄天之宝不成吗 一些两族存在 也有一些呢暗自嘀咕着起来 韩利望着这件黑罗同样是心惊不已啊 也暗自的有些怀疑的 可惜啊 黑狱中神念大受限制 没有办法扫描远处的黑罗 否则的话呢 本身就拥有玄天果实的他 倒能比那其他人更能确认 此宝是否真的是玄天之物 这个时候高台上那名变成白发老者的立士 突然的将手中紫色的铜锤往身前黑色的石桌上 恭敬的一放 接着放下了灵光 瞬间在原地消失了 但是下一刻呢 另一道人影啊 取而代之 出现在了聚罗一旁 这个人影啊 一身银色的锦衣 面上呢 带着一张金色的胶手面具 双目翠绿异常 也不自普通人族 一见这个人出现啊 飞停上众人的目光 一下子聚集了过来 而见面之人呢 却是朝四周一扫 倾咳一声开口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想来刚才这面齐天罗的神奇 诸位道友已经亲身的领教过了 而刚才的这一记罗声啊 就算黑玉送给诸位道友的一个小礼物 同时呢 这面齐天罗也是我们拿出来交换的压咒的宝物之一 也是这次交换大会第一件被拿出来交换的宝物 相信以此宝的价值 不会让诸位道友失望的 什么 此物真是拿出来交换的 虽然大多数人早就有几分猜测了 但是真听金面人如此一言啊 当即有人惊喜的师生出口 只要能够拿出让本人满意的宝物 这面齐天罗有什么不能交换的呀 金面人黑黑一笑 口气倒是大得很啊 这倒有些奇怪了 老夫参加你们黑衣大会就也不知道多少回了 虽然不能说贵玉以前拿出交换的宝物普普通通 但是如此多次下来像这等逆天等街的宝物还真没有出现过几次 更何况这还是拿出来交换的第一件宝物 难道因为即将发生的那场大劫 贵玉也在做未遇筹谋的打算不成吗 一个异常苍老的声音呢 忽然在整个虚空中回荡不已 让人没有办法辨认是从哪个石亭子之中发出来的 寒了一天了 心中一灵 自然知道对方所指的大劫 肯定是那千年内爆发的魔灾之事了 不过显然有关魔灾的事情啊 来参加黑玉交换会的两族存在均都知道一些 一时之间呢 并没有人为刚才苍老声音所说的话语吃惊什么 反而呢一个个望着金面人 看他如何回复此问 这位道友说的不错 有关魔灾降临之事 事关人妖两族所有之人 黑玉身为两族的一份子 自然还没有自大到可以独善其身的 提前做些准备也是正常之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 刚才这位道友说错了 这件齐天罗虽然神奇 但是也却并非像诸位道友想象的达到那种程度 并且本身呢 也是有一定瑕疵的 所以呢 比起黑玉以前拿出来的宝物还真有体贱 略有不如啊 金面人微微一笑的说道 瑕疵 道友可否说的明白一些呀 难道说此物不是悬天之宝吗 一个异常清冷的声音从某个石亭中传出 但是明显能听出啊 话语中的一丝失望啊 玄天之宝 我们黑玉 虽然说有些本事 但是怎么可能有此等宝物在手啊 不光是我们 就是三皇七王 甚至我们两族中的两位大成存在 也不可能有玄天之宝在手的 这等玄天之物 就算真的侥幸落到了我们两族手中 那也只是招来灭族之祸而已 否则的话 当数百年前的那场对天渊城的异族工程 又会如何爆发的呀 金面人大有深意的说道 话语中虽然说有些含糊 但是不少深知其中详情的合体宝怪 均都是面色一变 而金面人的声音一顿 口气一变之下 接着又说道 不过 本玉既然将齐天罗拿出来交换 肯定会将其来历给诸位事先解释清楚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呀 此宝也用含一丝天地法则 的确呀 具有玄天之宝才能拥有的些许不可思议的威能 而此物真正的来历 是本玉中人从蛮荒一处灭绝的一族密地中得来 本身就残破不全 威能大减啊 而按照那密地中的一族文字解说 此宝应该是一对 是那个灭绝一族的镇族之宝 除了这面齐天罗之外 还有一只镇天锤 二者合一才是这套质宝的本来面目 可惜呀 我们找遍了那处密地 并没有再见到那镇天锤 只好回来后找一位炼器大师 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采用深海紫金铜母和其他一些珍贵的材料 仿制出了这么一件镇天锤出来 但是啊 这仿制品并不算多成功 顶多呢 只能发挥出真品的十分之一的功效 至于齐天罗的修补 因为其所用的材料特殊 这一切啊 根本就无处可寻了 也只能保持原样 否则的话 若是完整的齐天罗和正品的震天锤相配合 就算不如玄天之宝 恐怕神奇之处也不会相差太远的 这还真是一大憨事啊 当然了 若非如此的话 此宝也不可能当作本玉的第一件压轴之宝 拿出来和诸位道友交换的 本作倒不在乎此宝是否是玄天之宝 关键想知道 它的具体神通和瑕疵之处 一个淡淡的女子的声音也在虚空中响起 这个自然 老夫这就解释一下 刚才此罗激增法力的效用 诸位道友已经知道了 不过呢 此神通啊 只能对化神以上的存在才能有用 化神奇修士听一次 可增加三十年苦修之功 练虚奇存在听一次 节省十年修炼 而合体奇的道友啊 则效力微乎其微了 只能免去数月的打坐苦修之力而已 不过此罗 对任何一个人 也不过再头三次 有些效用 超过此次数 就算再听到再多的罗声也毫无用处了 而在此罗敲响之时 接听的人哪 超过了一定的数量 这法力的增幅效果还会大幅下降啊 时听上的众人一听到有次数限制 目中的火热一下子消去了多半 大半之人摇了摇头 心中所想都起了些许的变化 不光如此啊 要敲响此罗 一般的修士没有办法做到此事的 必须啊 选一名炼体士 专门修炼一篇同样从密地处得来的异族功法 将其修炼到一定的层次之后才能敲响此罗 而因为齐天罗本身残破不全 这敲响之人呢 在为他人凭空增加法力的同时 本身就会被此宝的法则之力反噬 会精血受援 同时流逝啊 不久就会身亡掉的 所以使用此罗必须先花费一方功夫 培养一批专门的力士才行 颇有一些麻烦 但是只要使用妥当 这一面齐天罗的用处啊 还是不小的 特别是对那些没人弟子众多的道友 更是大有价值啊 金面人呢 目光闪动 终于介绍完毕 听完了金面人的话语 韩丽的眉头呢 是微微的一皱 就重新的坐回到了位子 显然这件齐天罗对于他来说呀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倒是对那一族人功法的炼体术 心中呢 略微的有些好奇了 不过纵然听了金面人的解说 飞艇上对磁宝还感兴趣的人呢 显然也有不少 整座大殿沉寂了一下之后 就有人开口问了一句 否则磁宝打算换些什么呀 想来普通的东西 贵鱼绝对是看不上眼的吧 这个可不一定啊 我呢会先说出几样东西来 诸位道友若有人能够拿出其中一样 都可以直接换走磁宝 若是所有道友都没有的话 那就用极品灵石或者大量的千年以上火候的灵药 同样可以换取啊 当然了这个数量嘛 肯定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目咯 金面人呢 却说出了让不少人心中一正的话来 此话当真 那个不知名的女修 似乎啊 真的对这面齐天罗呢 是大感兴趣 精神一阵的追问了一句 在下既然站在此处 虽然绝无虚假了 下面呢 就是本玉想要换取的东西 当然了 不光是这一件齐天罗 下面拿出来的其他的珍品 同样的也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换取的 金面人说着 手掌一翻转啊 一块白色的玉碱浮现而出 接着呢 灵光一闪 有一道乳白色的光柱 从玉碱中积舍而出 往石台上空一散而开之后 凭空现出了密密麻麻的银色的古文 竟是上百种之多的各种物品名称 三公斤以上的地阴晶 三丈长的雪陵墓 十万年药性以上的碧雪果 杭力望着光木上的物品名称 默默的念动着 心中不禁有些骇然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1182回 听《凡人修仙传》第1182回 不光行列 其他看到光木上这些古文之人啊 也同样的一阵的骚动 好一会之后竟没有一个人开口 这些材料啊 无一不是灵界难寻之物 连黑玉中人都不能十分肯定 参加交换之人 就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甚至说出了用大量的灵石和灵药啊 同样可以换下此宝的退路 当然更可能的是 拥有这些珍惜材料的存在 再并不愿拿出来 换取这面有些鸡肋的一宝啊 这件齐天罗 一般来说呢 对拥有一定势力之人 才有用处的 杭力坐在椅子上 望着光木上一件东西的名字 目光中竟有一些闪烁不定 三丈长的雪灵木没有 不知道一节一丈长 外加一些灵石 能否换下这面齐天罗呀 仍然是刚才清冷的声音 显然那名女修啊 真是想要此宝 这恐怕不行吧 雪灵木的大小对我们很重要 少一分的话 都无法派上用场的呀 金面人毫不犹豫的摇了摇头 哎呀 这就有些遗憾了 切身虽然说很想要这面齐天罗 也只能放弃了 那女子叹了口气 就再也不说话了 没有贵于点名的这些材料 用其他的东西也能换取吗 从一个偏僻的角落的飞艇中 传出了另一声 丝毫感情没有的问话 原则上 虽然可以 但是 我们只收需要的材料 还必须和我们列出的物品 同等皆的 普通的东西 诸位道友也就不必拿出来了 金面人轻笑一声回答道 一听金面人这话 那说话之人似乎犹豫了一下 但是片刻之后还是再次说道 既然道友如此说 不妨看看在下手中的这样东西 能否入阁下的法眼呢 话音刚末 从那石亭中呢 传出了一声悦耳的鹤鸣之声啊 一只通体血白的白鹤 叼着一只乌黑的木盒 从石亭之中一飞而出 双翅一扇之下 就优雅的飞到了白色光照处 也不知道是否台上的金面人呢 动了什么手脚 白鹤呢 竟丝毫阻碍没有的 一闪的穿过了光照 金面人抬手一招 顿时白鹤一张口 木盒就稳稳的掉入了其手中 而白鹤本身呢 却在石台上空啊 盘旋不定 既不落下 也并没有马上回去的意思 金面人 已经将手中的黑色木盒打开了 隐隐的一片脆芒啊 从中闪现而出 金面人一看清楚 盒中之物 瞳孔一缩 面具之后的面孔 一下子凝重了几分 也不见他动什么手脚 只是木中一芒啊 流转不定 死死的盯着盒中之物 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白鹤主人知道 对方啊 正在仔细的鉴定东西 所以呢 并没有开口催促什么 其他飞庭上的人呢 自然也有一些好奇 木盒中的东西 略微有些骚动 但是马上就恢复了平静 若是这东西 没有办法换下齐天罗 他们自然还有机会的 故而呢 并不急于一时啊 再过了片刻的功夫之后 金面人目中一芒 终于一脸的散开 发出了一声 可惜的长叹 怎么 道友还看不上我的东西吗 白鹤主人似乎有些诧异了 要说道友此物在平常时期价值之大 的确不在我列出的材料之下的 但是啊 偏偏只要能用上此物 起码要花费万余年的时间的培育啊 而那大劫在千年之内就要爆发而出 北域现在宁愿呢 还是先换取些零食和材料 更实际一些呀 金面人呢 婉转的说道 接着 他将木盒盖子一盒 又将此物往空中一抛而去 那只白鹤一声奸鸣啊 俯冲而下 一口呢 又将木盒叼住了 然后一个转身冲出了光照 直奔其主人所在的飞艇飞去了 那可真是可惜了呀 白鹤主人略沉吟之后 说了一句可惜的话语 就再也不说话了 还有没有其他道友愿意用东西换取啊 没有的话 那本作就宣布用极品零食和千年以上的零药 直接拍卖这件宝物了 金面人呢 眼看似乎真的没有人再愿意交换的样子 眉头一皱之下 也有一些无奈的问了一句 用零食和零药来拍卖这件齐天罗 自然呢 是一件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但是四周虚空中 记忆尽无声 并没有人接口什么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本作宣布 金面人苦笑了一声刚想再说些什么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粗雅的男子的声音突然在虚空中响起 且慢 在下手中倒有贵意想要的东西 啊不 应该说比他们更加的珍贵 倒有要看看吗 站在韩丽身后 给其轻轻敲打尖头的十一号侍女 手上的动作一顿 翘脸上的闪锅丽丝 惊讶之色 刚才说话的男子 自然正是韩丽了 此刻 他单手一翻转 一只黄色的玉匣徐席浮现而出 道友若真有好东西 尽管拿出来 在下绝对不会让道友吃亏的 一听韩丽之言 金面人精神一阵 急忙 惊喜的说道 韩丽黑黑一笑 也不说什么 一只袍袖一抖 一条晶莹剔透的白蛇一飞而出 他摇头白尾之下 一口就将玉匣吞下 就化为了一道金光 击舍而出 当白蛇一下子飞入到光照当中 并徐徐的落到了金面人身前的时候 即在白蛇身上一扫之后 目光微闪 露出了一丝异色 他似乎发现了眼前的傀儡 和普通的傀儡的一些不同之处 不过这个时候 白蛇却目中 寒光一闪 一张口之下 就将黑色玉匣吐了出来 相比眼前傀儡的奇异处 金面人自然更加关心 玉匣中的材料了 一把接住之后 当即小心的打开了盖子 里面悬浮着一团淡黑色的光球 而光球中 赫然有一颗银灿灿 数寸高的灵草 银蜂草 金面人立刻一声嘀呼 目中满是狂喜之色 就在这个时候 他耳中突然响起了 韩丽淡淡的传音之声 不错 的确是阴风草 而且这株阴风草 也不知道生长了几十万年了 药性之强 可以说远远超过了 桂鱼所要的七万年以上的年份了 几十万年 金面人还没有来得及仔细鉴定 就倒吸了一口凉器啊 也顾不得回复韩丽什么 急忙神念一放呢 将玉霞中的银色的灵草 彻底的笼罩其中呢 开始啊 仔细的检查了起来 韩丽见此情形呢 不禁是微然一笑 此灵草正是他从广寒界 进至遗址药园中得到的 几周中的奇异 不过其中大多数啊 都已经在雷鸣大陆的时候 换给了那些天云的合体老怪 如今手中呢 也不过只有一株留作种子之用的 好在呢 此草的种子是籽状的 故而在回到天元城之后 就用特殊的秘术将结出来的种子 去下收好了 如今手中呢 倒还是剩下了这么一株 略有残缺的阴风草 一时之间倒也没有什么用处 当然了 与此相同处理过的 还有其他几株价值不下于阴风草的 灵界难见的灵物 若是金面人列出来的交换物品 并没有阴风草 那也就算了 韩丽呢 并没有打算交换那面齐天罗的 如今既然对方主动点明 要此种灵草 情况就有一些不同了 可以将这株阴风草的价值 发挥更大的 况且呢 这只齐天罗 辅带的 一族人炼体之法 他还真的是有几分兴趣的 故而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韩丽最终开口了 这一次鉴定的时间呢 明显的比上一次 仔细的多 并且啊 还要长一些 半晌之后 金面人长吐了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鉴定 但是二话不说的 只见嘴唇微动 却没有任何声音出口 竟同样的 冲含里传音了过去 道友从何处得到的 此株阴风草啊 虽然说没有办法 仔细的衡量出来 但是 的确最少有 二十万年以上的药性了 难道 道友 可能确定 此灵草的真实的年份吗 金面人 虽然传音之声不当 但是 已经难掩其中的 兴奋之情了 在下也没有此等本事 否则除非将其炼制成丹药 才能真正确定一下 不过 可以给道友肯定的是 这株灵草的年份 绝对远远的超过了二十万年的 贵宇是否对其有兴趣啊 杭力自然摇摇头说道 此灵草年份 自然绝对足够了 不过 我们这灵草 似乎缺了一小部分 如此的话 价值可就打了一定折扣啊 金面人目光闪动了一下 缓缓的说道 这株灵草的种子被我取下了 另有他用 道友也不用多说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阴风草这点种子 原本就没有什么价值 而如此久远年份的灵草 道友光拿出这么一件 齐天罗出来 我不可能同意交换的 若想真要交换此物 还是拿出一些诚意吧 鬼欲在这次交换会上 准备的压咒的宝物 不是还有其他几件吗 否则在下呀 宁愿留着和其他道友 交换一些所需之物了啊 韩丽双目微眯之下 冷冷的说道 此事有些重大 其等我和其他人商量一下 再回复道友 金面人略犹豫之下 才凝重的说道 当然可以了 韩丽自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金面人 仰手望天 嘴唇微动个不停 也不知道和隐藏在何处的什么人 在商讨着什么 整座大殿虚空中的其他人 见此情形啊 自然是神色各异了 金面人和他人商讨的时间呀 并不长 只是短短的几句话 就决定下了什么 下一刻呢 韩丽的耳中再次的 想起了对方的传音 道友听好了 除了眼前的这件齐天罗之外 我们可以从其他几件压轴的宝物当中 再拿出一件送给道友 不过嘛 第二件宝物 道友并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 当然了 道友不满意 愿意放弃宝物的话 我们自然会弥补道友 一大笔零食的 没有选择的权利 若是这样的话 在下不如将灵药直接拿到下一轮交换了 韩丽一听这话 当即眉头一皱 道友愿意将灵药拿到下面交换 自然可以的 不过 在下要提醒道友一声啊 下面的几件宝物加交换的材料 会增加和变动一些的 毕竟这些宝物 毕竟这些宝物也是我们黑玉不同长老贡献出来的 每一个人需要交换的东西还是有一定不同的嘛 而且下面的宝物即使以道友这株灵药也无法一下子交换两件的 起码来说 这面齐天罗肯定会和道友挫肩而过呀 金面人目光一闪的点醒道 无法交换两件 难道下面的宝物比这件齐天罗还要珍惜 韩丽一听这话 心里边咯噔一下 这个 这个就要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有关其他黑玉宝物的信息 金面人口风异常的言解 他没有给韩丽透露丝毫啊 韩丽听了这话 脸上肌肉一动 就暗自冷笑了一声 对方还真的以为自己非要这面齐天罗吗 他真正感兴趣的 只不过是这面铜锣附带的一族炼体之法而已 齐天罗对于他来说倒是可有可无 心中如此思量着 韩丽却淡淡的说道 我怎么知道你拿出来的第二件宝物 肯定会是你们的压轴的宝物之一呢 万一随便找一件东西出来 我岂不是吃了大亏啊 这一点倒要尽管放弃 以阁下的眼力还看不出宝物是何等皆之物吗 阁下若是觉得不满意 自可不用交换吧 金面人显然对拿出来的第二件宝物啊 信心十足 傲然的说道 哈利一听这话略思量之后 就轻轻的点了一下头同意了 好 既然倒有如此说了 这第二件宝物先拿出来给在下看上一眼吧 若针对在下有些用处 自然也就交换了 看对方如此自信的样子 他对这第二件宝物呢 还真的就有一些好奇了 好 倒有稍等 金面人一笑 手中啊 灵光一闪 一个金色的布袋浮现而出 并往空中一抛而去 白光一闪啊 那条盘旋空中的白蛇闪电一般的一躺而下 一口呢 将布袋吞进了肚子里边 然后一个转身飞出了光照 直奔韩丽是鸡舍而去啊 韩丽呢 手臂一抬 手掌平伸了出去 金色布袋一落而下 被其一把抓到了手中啊 韩丽眉梢微微一挑 马上就将布袋口一松打开了 神殿呢 往其中一扫而去 这是 韩丽面色骤然一变 露出了大青池色 就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布袋中啊 青光大放 传出了一阵奇妙的翁鸣之声 接着光芒一阵流转啊 竟然隐隐的有什么东西 要从里面一飞而出 韩丽见此情形呢 几乎不加思索的 一只手掌往袋子上一拍 顿时呢 一层金蒙蒙的灵光大放 一下子将布袋啊 彻底的遮蔽住了 无论青芒 还是怪异的翁鸣之声 全都在金光中 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阁下拿出这件东西 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行李呆呆的看了会儿 手中的布袋 这才猛一抬头传音说道 很简单 用此物和齐天罗 换取道友的阴风草啊 金面人微微一笑 胸有成竹的说 哎呀 此物若是炼制完成 自然是了不得的宝物 但是现在只用个胚胎 就想换取我的阴风草 可以打的还真是好主意啊 杭丽目光一闪 冷哼了一声 道友自问此物 若是已经炼制完成 有人会将此物拿出来交换吗 就算交换 不要说齐天罗了 单凭此物 就可换取道友手中的 同样的阴风草 七八株之多呀 金面人倒是毫不在意 这倒也是 若是这个东西完成之后 对我等修饰来说 的确认谁也舍不得的 不过胚胎就是胚胎 离炼制完成 还早这十万八千里呢 而且大节将临 用如此珍惜的灵草 换取一个在大节中 毫无用处的东西 不知道是否值得呀 这个就要看道友的机缘 造化如何了 若是道友能够在大节中 安言无恙 再有办法将此物炼制出来 那道友以后 自是受益无穷的呀 本作呢 也不满阁下 这宝物原本就是我们黑玉一名长老炼制之物 只是自负再也没有能力啊 完成此宝才会将它拿出来做交换的 金面人一声轻笑 倒也没有隐瞒什么 韩利呢 摸罗下巴一时之间沉吟不语 金色布袋中的东西 人有两族传闻中的一件奇宝 一旦炼制成功 可以辅助修士的修炼 据说现今的两族之内呀 也只有寥寥几人手中呢 才有此种宝物的 眼下虽然只是一个半成品 但若不是磨灾即将爆发的时候 价值之高 绝对足够换取它手中的阴风草了 更何况 交换的还有那一件齐天罗呢 不过呢 此跑是天地所生灵物 不但胚胎形成千难万难 非人力可为的呀 以后的炼制 那更是困难重重了 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项任务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183回